詞曲 李宗盛 其實我們就說,這個就是允許重複的排列 是不是允許重複? 好,允許重複的排列 那我們就叫它arrangement with repetition 可是老師,這八個bit的所有可能 我可不可以重舉把它數出來 用combination來解釋呢? 我們這一頁的重點就是告訴我們 Premutation 跟 Combination 其實 在你適當的有意義的詮釋下 它可以解釋同樣一個問題的現象 怎麼說?老師,這八個bit 可不可能我一的出現是沒有的 可不可能? 可能啊 那就是這個case 那我老師,我可不可以出現一個1? 可以啊 我可不可以出現兩個1?可以啊 老師,我可不可以出現八個1?也可以啊 好,那我出現 叫做八個位置裡面出現一個1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八取1啊 有八個可能啊 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是七個位置裡面取7 所以這個後面都是1啊 就不寫了 所以把它簡化成 八取0 八取1 一直到八取8 那這個case 跟這個case 這個case 是1都2 他們是independent 不會同時發生 所以我用 rule of some 把它全部加起來 請問這個加起來什麼 就二的八四方 對 所以以後你要很敏感 你看到二的八四方 你同時也要想像 它的構成其實 可以用八取0 八取1 八取2 八取8 把它數出來 這樣可以嗎? 這是二相式定理 給你的另外一個 可供 叫做思考的方向 所以你以後看到 二的某個四方 你就要聯想 它是二相式係數 連加之後的結果 所以 arrangement with repetition 跟 combination 它又綁在一起了 綁起它們的媒介 就是二相式定理 那基於二相式定理 我可以把二相式定理的 變數、個數、增加 這個增加怎麼去寫 好 各位看 我就說 我就說 我現在有n個 integer 對不起 n和t都是 integer 然後呢 我有t組東西 我怎麼寫 我就會寫 叫做 x1 x2 點點點 x到xt xt 那老師 你為什麼要這樣寫 因為 我們要從 二相式係數 就是x加y 的n次方 擴充 這是二相式係數 我可不可以有 多相式係數 多相式定理 有 那多相式怎麼表示 比較好 你就發現這個時候 你取xyz 都很尷尬 因為 你只有xyz 就三個可以用 對不對 這個時候 你就會選擇 把你的變數 這樣取 你就這樣 x1 x2 一直到 xt 老師 用n好不好 不要用n了 因為n已經被他用了 所以你就 你就在這個地方 用n 這個不要再用n 這樣可以嗎 因為 這兩本來就不一樣的變數 就是n次方就是 自成n次 那多相式係數 不一定要跟n有關係 所以另外取一個叫t 我們就把t列出來 那原來的家 在這個地方 二相式是做家 那多相式顯然也是要做家 好 所以多相式 多相式定理的形式 它自形成 就是這個的n次方 會等於什麼樣子的形式 可是在談它的形式之前 一定是加 因為你做過長乘法 二相式的技術 你就把它乘開來 就是一大堆加 多相式 那加的更多 但是你別忘了 一定是x1 會選出一些來 x2 也會選一些出來 一直到xtr 都會被選一些東西出來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不管怎麼選 不管你怎麼選 假設它的次方是n1 老師寫n1是可以的嗎 可以 可以 老師那個n1跟這個n 會不會卡卡嗎 不會 不會 你如果真的覺得不好 那你另外選一個 取一個名叫y1 或z1 也OK 好 當它是n1 這是n2 那這個是nt的時候 你會不會 這個 這個當下 就有一個 有一個限制 必須成立 就是n一定會等於 n1加n2 加n2 這個限制 這個限制 是不是一定要存在 啥存在 為什麼要存在 當年的x跟y 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相加 是不是一定是n 所以當時才會有 所以這限制 是必須要有 所以這限制是一定要有 在討論多項是定理的時候 這個限制是一定有 有了以後 有了以後 我們就很可以 充容的面對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n階層 把n1階層 到n2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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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取k x的k之方 y的n-k之方 那這個n取k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n個項裡面 你取k個出來 你取k個出來 放什麼 放x 就是這個地方出了x 這個地方出了x 總共幾個 總共有k 那這個時候 你還會排列它 你會不會排列它 沒有啊 所以你要做的是 combination 那接下來 這個也一樣啊 因為你要從n階層 這個 這個 一樣 你想想看 你在多項 就是允許重複的排列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把這個排列的機會 也把它除掉 換句話說 你就是把所有可能的x1 x2 x1 x2 x1 x2 x3 x3 一直到xt xt 好 你總共有這麼多選出來的可能 這個湊出來一定是n個 你會有這麼多種可能 你會有這麼多種可能 那 可是我們是選啊 選出來就可以成啊 所以 他的排列我要除掉 他的排列 他的排列 我都要除掉 所以我就會有一個 全部人的排列 但是除掉恩萬的排列 所以除掉恩兔 恩三 一直到恩敵 各的排列 所以 就會是 他前面的 這個 組合之下 前面的西數 有這麼多種可能把它組出來 這樣好嗎 多下次 定理 就這樣子 對你 來來來 講一堆話 就是我講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這邊 你也可以這樣去解讀啊 老師 我要用Combination 你管我 所以 n個裡面選n萬個 n1-1裡面選n2個 n-1-2裡面選n3個 這樣可以嗎 這個全部選出來之後 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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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選n3個 其實這個 剪出來 這個其實就是n3 但是剪出來 就是那個 因為他有滿足那個式子 在這裡 好 那你把這個式展開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前面 選排球員的那個範例 對吧 好 你把這個 寫完之後啊 我們就告訴你 這個式子啊 可以被精簡寫 寫成這個式子 抱歉 各位這個可能沒有接觸過 對不對 就是n個裡面 我譬如說 這十個裡面 我選五個 再選三個 再選兩個 中間用逗號隔開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意思就是 多項式定裡面 多項式的係數 這樣OK嗎 他有三種 這一種 重覆五個 重覆三個 重覆三個 重覆兩個 合不OK 好 那這個就是 叫做 多項式係數 多項式定理 多項式定理 老師 那這個 看起來 如果 你這個t啊 t就是他有幾個組 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的t 就等於2 那就表示你只有x1 跟x2 那你的n1加n2 又等於n 所以n1加x1的n1 x2的n-n1 那你把x2 換個變數叫y 那這個叫x1 就叫x 所以他叫x 這個叫y 那你把n1叫k 又是變數代換 這個叫n1 叫n-k 是啊 我經過變數代換之後 多項式定理裡面 k t等於2的情況 那他就變成什麼 bino 就變成binomial 這樣ok嗎 所以in general 我們談的就是multinomial 那限制他的t等於2 變數有兩個 只有兩個 那他就是binomial 這樣ok嗎 好不好ok 所以這個題目就有點像問 在問x加y加z 有三個變數的十次方 請問他在x5次方 y3次方 z平方 前面的係數是多少 其實你就可以寫 前面的係數就是 就是十 然後5 都號3 都號2 這樣可以嗎 好不ok 這個就有點小複雜了 有點小複雜 我們平常不太用這個式子 不過 基於二項式定理 多項式定理 可以很自然的 就延展開來 就延展開來 好 那底下就是 我剛講的 我剛講的 我只事先把這個題目 就往各位接了 那這個就麻煩各位看一下 好 好像我們作業也有類似的題目 好 那今天的 就是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這1.4了 好不好 那好像1.4講完 你們就可以準備寫作業了 那這會怎麼教 因為今天那個助教他手受傷去開刀 那下禮拜應該會正常出現 好 聽說是 騎單車還騎摩托車 騎單車 摔得很嚴重 欸 你們 你們會不會騎那個啊 沒事別騎